当日七十许 唐玉满发现海上有一名溺水者 眼看情况不妙 唐玉满没多想 脱下外套迅速躺进海里 朝老人靠近 那个穿的衣服特别像 看着说过程中 就是有个路过老奶奶 当时我还在岸边就是喊了两声 他没有应答我 然后当时我就是一寻 那就是坏事的 因为当时沙滩旁边 都是那个大冰坎 而且就是那个冰坎 和那个沙滩之间就是很高 然后我就跳进水中 然后到他的身边之后 然后我给他翻过来之后 我发现就是刚才那个路过的那个老奶奶 冬日的海水冰冷 加上老人浑身石头 唐玉满艰难地拖着老人往岸边走 就是给他抱到岸边的过程中 我在大声呼救 我说救命 正好那边有一个爷爷 就是可能闻讯就过来了 此时在不远处晨练的孙艾民也寻声赶了过来 二话没说 连忙加入到救助当中 小伙呢就薅着他那个肩膀的那衣服 一手还拿个电话 后来我就问你 咋事你干啥的 他说你快来救命 快救命 他又立马明白怎么回事了 然后立马呢 就是跳进水里 你去把这大冰 我说我把这上了是 咱俩先不能脱 然后我们俩一起给他就是从那个冰面上 然后我们两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气 就是给他拽到枪队平塔那上面的沙滩上 那俩费了半天劲 最后是周固上去的 随后 唐玉满拨打了报警电话 120急救医护人员通过电话指导现场紧急救护 经过救治 老人很快恢复了生命体征 他有这种精神 第一他实际喊 这狼马子那喊 那就喊救命 第二个人就是说 这是我从部队转业出来的 然后我在这旁边救助救护这块 然后有一种就是说 他那也相对专业 就是说矿学一直没放弃 这件事也要非常感谢我的学校 教会了我如何去立即进行救治 我是共青团团员 我感到我没有愧对这个身份 也做到了一个高中学子 应该做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